我们继续讲日本食物之前 不如来一查天气报告 有请小红天气报告 是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雨势有时颇大 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雨势有时颇大 现时温度涉事30度 相对湿度85% 雷暴警告现证生效 谢谢你小红 天气好像有点变幻 是的 我以为不下雨突然下雨 所以带了很大把雨 我一直听的时候 一直想出声音 死定没有大雨 我有大雨 有时就是这样 天气这件事 不似预期 就好像奥运的成绩一样 可以更好 但有件事就比较令我们有些安心的感觉 就是好吃的日本食物 没错 接着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另一间店 它不算是新店 只不过是新搬了个地址 没错 没错 那就是I am Tafayaki 就是米芝莲一星的日式铁饭烧 没错 其实很有趣 全世界 包括日本 只有香港这间日式铁饭烧 拿到米芝莲一星 我不记得日本是否后来有 后来有 后来好像有 但是一定是他先 是的 我印象中是 问过他 厉害是否 他都说好像还是 日本有一间很厉害的 山下的原装正版 山下有期 香港都拿不到 不知道 其实山下挺好吃的 日本那间好像是 没有记错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拿 但一定是Moxan拿线 无论如何 你想想地球整个银河系 可能只有两个人拿到 是很厉害的 其中一个还有香港厨师 没错 近来他的铺银河 原本在天后 天后那里是什么 即是说会人占地的面积是大了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一张照 就是我们去其中一个 puffer room 是的 非常阔大 是的 很阔落 是的 还有装修更漂亮了 当然这张照片我已经拍得漂亮了 没错 角度拿大好 他楼底有够高 所以又可以做到 很有气势 所以现在打卡就对了 是的 以前的座位 譬如说 坐大桌 你都会觉得比我逼劫 坐了12个人 现在又不同了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当天我们 去祝祝恭喜他 是的 很开心 坐六人的桌就很对了 是的 这个房子很舒服 再下一张照片 就是现在他大厅那里 坐12人的桌 就真的非常阔落 是的 之前大家都差不多 手肘 现在就不会 现在可以很舒服 甚至你们两个位 一块银板都觉得不会逼劫 是的 我记得穆先生说 因为这幢大厦 现在是要行无障碍通道 是 方便轮椅人士 可以用了 所以他的路也会宽 一些位置宽 真的 也算是轮椅人士 都可以很安心来吃饭 是的 即是一件非常好的设计 没错 而且这个位置 相距之前的舊铺位 都是一条街 因为他其实更近了一点 我想离地铁站的距离 是的 是的 亦都容易走过去 是的 是的 其实现在的价钱来说 午餐是没有加过价格的 没错 都是入门价380元 就可以吃到 就有了 当然它有几个价钱 有些是450元 488元 然后就1000多 那晚餐就加了少少价 好像1000多起 晚餐 那天见他的名字 我有个朋友吃了奥马加西 就2280元 哦 他有个便宜少少的 就1800多 是的 我想加了一点 所以吃午餐 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是的 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吃的午餐 但是加料的午餐 是的 我们理论上是吃480元 那个厨师法版的午餐 是的 那他的头盘就是一个茶碗蒸 再加三文鱼籽 有海蛋和三文鱼籽 其实三文鱼籽真的选得不错 是的 很漂亮 海蛋也很甜 是的 有时候他做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 是的 但是了解了不同 另一件事 已经 接着下一张照片就是大虾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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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同的材料 不知道是不是 再下一张照片是什么照片 应该是煎大虾 煎大虾 是很大 我见过的虾 其实我问这些是什么虾 Loksan好字就说 应该是澳洲野生的 平时他说如果不是优如期 可能都会买新鲜虾 但优如期 他选了这只澳洲手钓的 也是漂亮的 是的 很大一只 很漂亮 是的 而且下一张照片 因为虾除了大 是没有味 这只有味 还有有蟹膏 也有 所以他用蟹膏 把酱汁放进去 虾头也很好吃 是的 很好吃 这个真的是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是 薄烧牛肉的 是的 这个其实因为午餐 我们乘不起这个和牛 那我们就给美国牛 但其实薄烧来说 也很够 也不用和牛 也薄烧 看你怎样做法 是的 又加了料 我们又有鲍鱼 是的 下一张照片 就是阿玛丹 就是金铁 这个一直都是 煎到它的鱗脆脆脆脆的 是的 都是I am Tabayaki的一个手本器之一 那汁就是一个海胆汁 很多朋友吃套餐都会想吃这东西 所以它这个本身包起 它480元的menu的其中一道菜 我觉得很值得 其实值得吃的 而且已经挺饱的 是的 那当然了 午餐其实也很难复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有门价很棒 是的 还有有时你不用想 有时你晚餐吃到2000元都会想一想 或者要相约一些对的朋友一起去 但如果你下午那么便宜 有时不用怎么想 都是 先顶先去 然后先找朋友去 还有你有时就算下午就和朋友 就是普通的 就是庆祝的 那你都其实很得体 是的 然后下一道菜就是我们加料的 就是吃鲍鱼 是的 那我们都闪尝摺子 吃不太多 都是三只鲍鱼 六个人分 是的 那下一张相片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做鲍鱼 有些地方很喜欢下很多的鲍鱼干汁 那这个做法完全可以的 是 还有旁边也有一些菜吸收一些味道 所以吸收完是好吃的 是的 下一张相片就是半份的鲍鱼 其实表面上听上来半份好像 哎呀这么少的 其实呢 其实前前后我们吃了那么多东西已经很足够 也挺多的 是的 没错 然后旁边也有一些 那些叫做 有些海带 海带的东西吸收一些汁 是的 是的 那另外呢 那我们当天是自己开酒喝的 没错 是的 那有朋友带了来 那据我所知 现在Ariantai Pajaki 应该好像没有酒牌 哦是吗 好像是 因为它新搬可能未拿到 是的 所以也没有卖酒 是的 所以自愧就对了 自愧了 所以如果你想喝酒 带我去问清楚 是的 也要了 不然就自己带去 只带去 那下一张相片 就是跟着开始炒饭 应该是吧 是的 炒饭基本上 都是铁板烧的一个高潮所在位 是的 炒得好不好 真的好看师傅公价 是的 所以明明是便宜的东西 但是呢 一来动作多 是的 二来真的看公价 那下一张相片 就是你会看到它大量的鸡发虾 是的 这个很厉害 而且它们都用的蛋是很漂亮的 或者它那天在说用蓝黄还是用晓 还是用哪一只 它说那几个分别 其实它们都是用很漂亮的材料去做 其实我刚刚拍不到它倒蛋那一刻 那一刻Kim有拍到 但是我拍不到 所以抱歉 接着下一张相片就是炒饭 当然呢 其实炒饭也是 都是鸡蛋 也是樱花虾 那些什么 葱那些 但是好吃就是好吃 没错 而且炒得够香够干身 有些是刚好 所以是非常开心的午餐 还有那天呢 我们也特别是先上饭 然后再上牛肉 下一张相片就是牛肉 因为Moksan仔很了解香港人的需要 是的 因为我们也觉得吃完肉之后 先分开吃饭 很奇怪 是的 送在一起好像开心一点 有东西送 是的 所以饭和牛肉都差不多时间上 是的 那这个就是它美国的薄牛肉 卷着炸过的葱 和蒜头 是的 我都真的挺好吃 是的 又香又好吃 是的 就是不用有时日都要吃和牛 是的 那最后就是它们的门面 其实转进去 以往它们的门一打开 你就看到所有吃客 嗯 有趣的 是的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吃客 每次打开门的光都射进来 又走冷气有点不方便 现在就不会冷 因为很阔落 是的 就转了个位 是的 所以我想这一块都会生意不错 应该是吗 那麽多熟客粉丝 是的 大家可以想想想 好了 接着下一间店 你有份参与其中的 是 就是沙田帝都酒店 就是沙田市广场附近的酒店 没错 主要做铁板烧的 是的 现在就开一间居酒屋 叫做山Yama 是的 後來據說他們又開一間日本餐廳 一間酒店裡面有三間日本餐廳 因為他們請了一個日本籍的總廚回來 應該看到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吃日本食物 在翻身的時候不如做一個小銀座的概念 例如銀座其實很容易吃到居酒屋、鐵板燒、壽司 將幾個元素帶回來了 原有的那間本身是鐵板燒 他說可能也會重新鑽 然後現在開了這間居酒屋式,叫山 叫Yama,其實他沒有中文名 叫Yama,那位總廚正在處理 其實總廚本身做壽司很厲害 因為他做了很多年 他應該會再打造一間給他 他現在就看著整個 雖然他做奥巴加斯很厲害 但因為他自己的背景 他是日本拳白開檔的 日本拳白不是香港拳白 開業的時候 所以做有品質的居酒屋 基本上經驗非常豐富 沒錯 所以他都會做 而且他也去過倫敦 硬件上有些不一樣 可以帶一個正確的概念給香港 其實想起都很瘋 香港沒有一間酒店 有三間日本餐廳 就算以前日航酒店 即日本的酒店 只有一間 對 就算有另一間小一點的酒吧 也可能一間半 就不會三間都那麼狼 而且還在沙田區 沙田區其實我想 除了會住酒店的人以外 其實我想周邊住客很需要找地方吃飯 也可能 對 但那麼喜歡找日本食物 優質的日本食物 或者酒店級數的餐廳 其實不是很多的選擇 也是 以後沙田 如果三間酒餐廳都開了 以後沙田可以叫沙田縣 放在日本 反正附近還有日式超市 我看到圖片裏面也看到 當然就是開啟 對 很開心 做回最傳統的鏡開的儀式 即打開大酒通 請到小鮮肉明星做私儀 再下一張照片 就是我緊緊演到室內其中一張照片 是 這邊是 因為那天坐的位置 就是它開啟房間那邊 其實以前這個位置 好像是一個Tea House的形式 都像咖啡室感覺 對 現在再收拾得仔細一點 然後再收拾得仔細一點 感覺有些不同 可以的 因為有時吃日本食物 都不需要一定要很日本格局 那它都不完全是 因為它都是走 modern 少許路線 所以你會說 為什麽你又不是 有蟹蟹蟹又怎樣 又不是那種樣的 最後一張照片 就是他們提供的各種 cocktail 飲品 對 就用很多日本的水果做元素 它有 Seasonal的水果 面前那個就是用日本蜜瓜做的 應該是 Tonic Water那些 即是油氣酒 它是Mellon Ball 它可以做mottel 或咖啡的版本 據說當日 喝光 所有的KOL都要喝這隻 大受歡迎 因為它用日本正乾的蜜瓜做 所以蜜瓜本身是很漂亮的 再下一杯就叫做一期一回 我記得應該是 綠色的杯 是的 這杯一期一回 其實就是茶道的一個很重要的成語 所以它的樣子有點像傳統抹茶 它也有抹茶的成分 抹茶、抹茶酒等 昨晚的賣相很年輕 不會好像以前那些 cocktail 那些老餅的感覺 下一個就是當日我去吃的一個魚生 一個刺身 它有一個醬油啫喱 它有一個啫喱在上面 是的 其實有魚湯醬油啫喱 在這裏 那廚就說 他們比較想談一個 譬如新派少許的和食料理 那樣 不過新派其實 只是用了少許一些 新派的料理技術 在裡面 味道你吃的時候 都是百分百的日本菜的味道 即是有少許醬油漬的感覺 對 你又不用點醬油 變成一個啫喱狀 然後當然也是跟著很漂亮的刺身 下一個我也挺喜歡 賣相上 那是一個炸波波 這個是新的蝦丸的菜式 好像還沒放芽辣卡 那天是剛剛新試了 覺得很好 所以給大家試 表面是一堆脆米 不同顏色的脆米 對 裡面是魚蓉再加蝦蓉 這個真的很適合那些 cocktail food 我覺得整間酒店做監獄都可以照出 對 其實本身這間餐廳的位置以前也是一間酒吧 他們都想保留 其實居住屋都是喝酒 吃東西的地方 想保留一些 好像喝酒吃小吃都很適合的 這些菜式推出所以是很適合的 好適合